來到我們節目CFA指揮室 直播室裏面有朱子超 來自新城財經台 加上我們的合作單位 香港特許金融分析私學會 CFA Society Hong Kong的副會長 Alvin 何敏 Alvin 你好 是 朱子超 你好 Alvin 踏入我們這系列 就是最後這兩集 這兩集是連續劇 亦想引起一個話題 我們今年的主題是 另類投資 為何會選擇A股 即是這個市場押後 做我們的押續好戲呢 是的 今天我們押續好戲 就是講A股 A股對於以本土市場 以港股為本土市場的投資者來說 A股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相信對於A股 可能茅台 個別的消費股 會有些朋友會比較認識 但是其實對於A股的基本結構 所以未必很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很榮幸 今天我們很榮幸得到 咱們來自CICC中心的 中國首屈指的一個投行 在北京的董事總經理 劉剛 劉先生 劉總 CALVIN 來參加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小小的訪問 劉總 你好 劉總 你好 你好 各位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來自中金公司的劉剛 大家好 謝謝劉總 劉總 來自北京 但是那個聲音 就像在我們面前一樣 非常親切 非常好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訪問 劉總 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入這個話題 那麼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跟聽眾朋友們介紹了 就是我們這個另類投資的一個主題 像我們有A股 那麼A股對我們香港的股民老百姓來說是 雖然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 但是還是比較陌生 那麼我想這個A股的生態 最近這個以你的角度來說 是有什麼一個主要的一個特徵跟一些變化 能不能這個簡單說一下 好的 沒問題 感謝這個對我的邀請 再次在這裡 感謝CFA Society 香港對我的邀請 我也是非常榮幸 那關於剛才提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本身是非常好的 那A股市場呢 過去幾年發生了比較大的 它自己結構和生態的變化 那麼它和其他的市場有一些區別 但是我們也看到呢 它在一些關鍵的這個問題上 比如說投資者結構 比如說市場結構 其實呢 也在出現一些很有意思的變化 那這些很有意思的變化呢 我們感覺到呢 是往積極 是往成熟的方向發展的 比如說 在過去兩三年期間 整體我們叫做居民資產配置 從房地產到金融資產的這個方向 倾斜的過程中 同時呢 又伴隨著整個的資本市場 對外開放的這個大背景下 其實我覺得最值得突出的 A股市場呈現的一個生態的變化 就是它機構化的這樣一個特徵 因為在歷史上 在這個不久之前 其實投資者 尤其是相對於這個大陸的投資者來講呢 海外的投資者 對於A股市場的看法呢 可能還停留在略微 比如說散戶個人投資者居多 然後相對的流動性驅動的這樣表現 居多的這樣一個印象中 但是實際上過去兩年呢 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那麼我們現在估算 整體上A股投資者 整個的內部的結構裡 個人投資者值股比例 已經從2003年的28.2 降到2021年最新的22.1 如果我們用free flow market cap 也就自由流通市值 這樣一個比例來測算的話 其實這樣一個比例啊 在A股市場已經降到了47.5% 也就換句話說 整體A股的機構化程度 已經超過了一半 實際上剛才我說的那種 這個對我們香港的這個一般老百姓這個印象 這可能就是反差挺大的 是不是啊 朱總 嗯 是 香港投資者 我想是跟A股的市場變化 是追隨的 但是A股市場比較大 那這個流種的說法是非常多的 對 是的 這個呢我就是想強調的這一點啊 和大家普遍的印象和傳統的印象 其實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差別 也就是說整體A股市場 已經是機構投資者主導的這樣一個市場 當然我們相信呢 相比成熟的發達市場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我們要看到已經超過了一半 而且這個方向還會持續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 整個的居民資產配置的轉移 向金融資產傾斜 以及現在整體上 我們看到在國家的戰略裡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包括我們說的對外開放 都會促進這樣一個進程的發展 外資投資者持股比例的增多 共同促進了這樣一個情形 那麼在這個基礎上 我覺得更有意思的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在這樣一個A股投資者 結構生態的變化的 這樣一個背景下 它會促成另外一個變化 那這個變化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的投資行為 投資邏輯的變化 因為傳統上 大家老對A股的印象是流動性驅動 或者說散戶驅動主導 但是我們過去幾年都看到了 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的持續上升 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效果 就是整體A股市場投資的一個機構化 那麼什麼叫機構化呢 比如說更加的看重基本面 更加的以基本面 比如說一些財務指標為主導 或者說更多的像優質的龍頭去集中 因為現在整個A股上市的公司 有4000多家 整體的樣本可投資的範圍 已經非常多了 再加上機構化的這麼一個不斷的加深 它會共同的促成我們說整個的市場的發展 會變成一個更為機構化的特徵 更為基本面出檔的這樣一個特徵 這是我覺得過去幾年我們看到非常有意思的 也有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 在大家的傳統印象略微有一些不一樣的 這樣一個生態的變化 這跟我們的理解是我們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去關注 所以對老百姓來說這個是一個好消息 那機構本身的大小的變化這一塊 是有沒有值得我們去討論的地方 是的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形 機構本身的這個變化呢 在過去幾年也有一些很深刻的 這個我們叫做所謂的變遷 過去兩年如果先從遠即近的這麼一個角度來看 過去幾年其實整體的機構化的特徵 是伴隨著外資的流露持續增多 因為我們說從2015年之後 不管是互港通互聯互通的開通stocknet 還是MSN納入A股 以及更多的外資增配中國資產 我們都看到外資的持股比例是持續抬升的 那過去兩年又發生了一個什麼樣的變化呢 就是公募基金 我們叫做國內的Mutual Fund 它的這個資產規模的崛起 還有一點是最近這一段時間 在政策層面其實在推動所謂中國版的401K 也就是國民養老計劃 橫線的基金養老保險社保 這幾塊加在一起 其實促成了我們說這個機構投資者 尤其是機構裡面相對偏長線的投資者持股比例的上升 比如說公募 其實現在整體上我們看到公募在A股市場的持股比例 即便是扣掉保險社保和年金等對公募的委外 它依然是A股市場最大的專業機構投資者 那所以這個有有助於我們A股的市場是更去向這個理性化 這個我們以前這感覺是一個像我們這個賭性比較重的一個市場 現在是不是已經這個你有數據來說這個它的 比如說volatility啊其他的一些相關的那些 這個measurement是有點不一樣了 是的 是的這個還是非常明顯的我舉幾個小的數據和例子 首先呢如果我們從這個換手率來講 A股肯定還是高於全球其他市場的 但這個特征呢是說相比這個海外的成熟的市場來講 A股畢竟即便是我們說機構投資者已經過了半數 當然還有一定距離要提升 但是如果相比前幾年其實這個比例已經明顯的下降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就是我們做了一定的factor的analysis 整體的行業因子的這個表現 我們看到過去幾年 過去幾年表現最好的factor 第一是dividend yield 第二是net profit growth 然後最差的 都是那些fundamental的一些指標 嗯 對的 Exactly 你有種啊 現在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後三個環節回來 我們再談談你的A股的觀點 好的 是 歡迎回來我們的直播室 是CEF指揮室我們這個環節 那今天第二節 直播室有朱姿秋 有我呢 Alvin 當然有我們來自北京的朋友 劉剛 Calvin CICC的董事總經理 嗨 劉總你好 劉總你好 Alvin你好 朱總你好 我是來自中間的CICC的Calvin 劉剛 各位聽眾 大家好 那我們前面呢就是說了一些A股市場的 一些很精彩的一些變化 那麼我們想還有一個我們最近就是在 美國也好中 香港也好都是很關注的一個新經濟的股的一些比例的一個變化 在A股我們傳統的都是中石油啊什麼的中石化 還有很多這個國企 那個都是我記得是九二年好像是這個青島啤酒在香港是第一次H股上市 那麼現在到現在已經這個和這個好像是這個很遙遠了 現在新經濟的占比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國內是不是很熱衷於這個新經濟的一個股份的或者公司的一個發展 對的對的這個變化還是非常明顯 在過去10到20年的時間啊 我們說不管是A股市場還是港股上市的中資公司 其實新老經濟的變化已經完全逆轉過來了 因為我們說一個市場對於投資者的吸引力第一 來自於資金面 中間我們看到的投資者結構的變化 其實第二點可能某種程度上更加重要 就是可投資的樣本標的 其實在A股和港股 剛才艾爾文也提到這個問題啊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樣一個情形 也是另外一個要糾正大家可能傳統印象的這樣一個數據啊 其實所謂的新經濟 我們現在把這個新經濟在這裡叫New Economy 是什麼呢 是消費和新的科技主導的這些上市公司 已經佔據了半壁江山 尤其是香港上市的中國公司 2018年上市制度改革之後 那這一比例呢 可能比A股甚至都要還高 所以這也導致了整體上 我們說已經現在的面貌 發生了一個很明顯的變化 那麼這樣一個變化的大背景又是什麼呢 就是中國經濟在過去很多年期間 出現了一個我們叫做結構化轉型的 這麼一個大趨勢 它反映的這樣一個內在的需求 所謂由消費科技驅動 新經濟高質量發展 包括最近的專精特薪等等 這個是我覺得反映的內在的 經濟發展的一個大方向 所以在咱們從香港的投資人的角度 其實在上海跟深圳的 已經是可投的標的企業 都跟我們國際上面 就是能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就是很接近 那麼我們就跳了下面一個話題 就是我們想了解一下 咱們在賣方 就是一般性的賣方 就是我們應該說 來說是一個券商 中國內地的券商 也有很多已經在像中間的一樣 已經走出國門 已經在香港還有其他地方 都是落户了 這一點 這個券商的一個情況是 作用跟它的地位 能否劉總也談一下吧 好的 我覺得作為一個 Saleside Analyst 因為我加入中間 從2011年以來 也有10年的時間了 之前也在其他的機構有工作過 所以還是有一些體會的 我想從賣方在中國資本市場 這個角度 作用起到了作用 我自己的感覺 或者說我想談簡單的四點 第一點 就是從一個最基本的 我們本職工作的角度來講 就是通過對客觀 和對金融市場 包括經濟運行規律 一個客觀獨立的分析 去給投資者提供 投資建議和參考 這也是我們的本職的工作 所以這個是我想 在所有的賣方分析師 在去從業的過程中 都需要最先 或者說最基本做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除此之外 我覺得可能 在中國整體資本市場 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中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賣方分析師 可以發揮 或者說不僅限於 這樣一個最基本的職能 比如說第二個 我認為 其中第二個 所謂的這個職能 或者說應該發揮的一個作用 就是服務好國家戰略 那麼這個國家戰略 其中一點 比如說我們要講好 中國的故事 所謂的China story 連通海外投資者 因為現在不管是 MSA的NRule SockNet 其實我們本身有很多的海外客戶 那麼他們對於 中國的發展的情況 對於中國的投資的需求 某種程度上 可能距離比較遠 不一定很熟悉 或者甚至有些時候 有一些所謂的 Misunderstanding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職責 就是要在這樣一個 大的背景下 講好中國的故事 然後溝通好 作為橋樑 協調這個 中國資本市場 和海外投資者 第三點 就是助力 所謂的金融服務 應該或者說需要發揮的 這樣一個職能 因為畢竟中國的資本市場 在發展的階段和發展的需要上 可能和其他的市場 還略為有點差異 第四點呢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或者說非常有意義的一點 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提供政策的參考 甚至一定程度上 形成政策的建議 這個是我對於賣方分析 是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 這樣一個背景下一些看法 對這個賣方 這個跟香港的 這個跟全世界 其實都有相類似的 就是要把自己的任務 就是這個分析的對象 搞清楚寫清楚 做行業分析公司分析 那麼你這個是賣方了 然後這個基金就是你的賣方 你的買方 這個買方市場的一個 最近的這個募集的一個方向 或者是它的發展的勢頭 是怎麼樣最近 買方尤其是作為買方主導的 BuySide這個主要的力量 Mutual Fund公募基金 其實是發展非常快的 尤其是這兩年 它的大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我剛才一直提到的 叫做居民資產配置 Household Assess Allocation 的一個Transition 那麼大概的比例 數據是什麼樣呢 公募基金總資產 從2018年的13.7萬億人民幣 升到了最新24.6萬億人民幣 年均的KEGA的複合增速 是26% 它持有的A股的總市值 是5.6萬億 占到整個A股的市場的 這樣一個持股的規模 也已經是最大的一個 所謂的Assess Owner Assess Manager 所以是非常快的 非常快 也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 趋勢的變化 那種基金的規模龐大 基金在保全方面影響有多大 對對對 關於這個抱團這一點 其實我倒不太傾向於 用這個詞來形容它 因為為什麼呢 抱團感覺給人的感覺 就是大家不去做仔細的甄別 然後都擠在一起 就有點類似於Crawly Trading 但是我其實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不一樣 當然完全有可能有這種情形 但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 所謂的抱團 在我看來是一個機構化特徵的一個體現 因為優質的公司 比如說美股的那幾家龍頭的公司 那優質的永遠是Leaders 那對於機構投資者來講 那優選優質的Leaders 肯定是也是一個 在這種機構化持續推進的過程中 可以理解的一種情形 那至於說公募在這個情形下 大概占到了比例 或者說影響有多少呢 其實也和公募的頭部效應有關 那公募的在整個的公募基金行業裡 雖然我們說它大量的發展 但其實頭部的 比如說前20%的主動偏股型的基金 它已經占到全部的主動偏股型基金的76% 就20%的基金持有了80%的整體的資產 那麼它的持股比例自然也會落到一定程度上 我們說集中度相對比較高的這些股票上 那這個持股集中度的比例 從2015年的大概50%到60% 到現在已經接近80% 所以是體現了這麼一個機構化 頭部化的特徵 這個頭部化的特徵是很明顯的 那麼我們今天這一集 可能時間也差不多 那麼我們還有下一集 來補充一下 咱們劉總還有更好的一些意見 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劉剛、劉總在CFA指揮室 我們第10集的一個episode再談 謝謝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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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期待 我們下個星期的 下個星期的 下個星期之多 还有一個星期的